欢迎来到美厅 人生五大良缘可遇不可求 世间一切都是遇见 人生道足且长 遇见很多事也遇见很多人 有的人一相遇就惊艳了时光 也温暖了岁月 就像是命运的馈赠 为我们照亮前路启迪未来 人生五大良缘莫过于 遇良师、交良友、得良人 听良言、握良机 一意、遇良师 东国梦有云、得遇良师 三生有幸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 有良师栽培是一生之幸 犹如一盏明灯 助我们破除迷惘 找到前行的方向 三十岁之前 曾国藩不过一庸人 碌碌无为 直到三十岁那年 曾国藩遇到了他的恩师唐健 唐健传授曾国藩修身读书之法 让他写日记 监督自己 还对他说 不为圣贤 则为禽兽 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不仅让曾国藩持续精进自我 也让他脱胎换骨 立志成圣 后来太平军打到湖南 也是唐健 向皇帝力建曾国藩组织团练 可以说 曾国藩能成为千古第一万人 恩师唐健功不可没 韩裕的 诗说 有言 诗者 传道授业 解惑也 遇见好老师 既能增长学问 也能让人 明心正极 少走弯路 慢慢人生路上 一个人或许走得很快 但有粮食相伴 才能走得更远 二 交良友 常言道 相识百人 不如知己一人 真正的良友 一经相识 便是默逆于心 他们会在你低谷时默默支持 落魄时清囊相助 即使千帆过剑 也对你不离不弃 与你相伴相守 与之相交 彼此滋养 互相成就 是前行路上最大的幸运 春秋时 豹书牙和管仲合伙做圣意 情意深厚 分红时 管仲总多拿钱 豹书牙知他家境贫困 从未指责 后来 两人立场不同 但仍保持着刻骨铭心的友情 豹书牙还劝齐桓公不计前嫌 任命智谋非凡的管仲为相 管仲感慨道 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豹子也 良友 是懂你的人 是帮你的人 是度你的人 余生 有之心良友相伴 前一末话中 也必然一路向好 三 得良人 俗话说 珍宝一求 良人难得 好的另一半 他会和你一起战胜生活琐碎 直面人生风雨 在相濡以沫中 相互陪伴 彼此奔赴 成为更好的自己 红尘俗事里 得良人相伴 是一生的好运和福气 福生六记中 沈父和云娘的爱情 让人艳羡不已 云娘善良美好 无论贫富 她都在沈父身边 不离不弃 而沈父 何须温暖 爱她敬她 知她懂她 给予她最好的守护 在流年岁月里 他们论诗品名 赏乐作画 过得甜蜜美满 平凡时相爱 艰难时同行 他们的故事 温暖了后世 无数读者 这世间最美好的幸运 莫过于再对的时间 遇到对的人 携一人之手 从青丝到白头 一屋两人 三餐四季 安稳一生 四 听良言 常听人说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人生在世 总会遇到难事 想不开而钻牛脚尖的时候 有时候 一句良言 便能让人毛色顿开 豁然开朗 自此 麻烦迎刃而解 人生都会产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国时 吕蒙因屡剑战功 被孙权重用 但因为他不习闻 孤陋寡闻 常被人嘲笑 是孙权对他说 不可不学 孤长读书 自以为大有所益 吕蒙才奋发向学 勤读经史武略 让鲁肃对他刮目相看 后来 关羽水淹曹操七军 是吕蒙出测 以白衣渡江 斩杀关羽 听良言 就是在增长智慧 开阔视野 放大格局 对于提升自己 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 也是成功最简洁有效的途径 五 卧梁机 路遥曾说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 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 人一生会遇到无数机会 有的无关紧要 有的至关重要 能否把握住 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命运走势 唯有握住良机 才能用更少的力气 走到更高的高度 左宗棠年轻时 多次应试不地 名落孙山 他转而钻研余地兵法 关注农士 深耕自己 聪明的他 握住镇压太平天国的机会 被朝廷封赏刺官 但他知道 没有进士的身份 他不会走到更高的位置 又凭时机 他借口会势拖延不去 被朝廷赏进士功名 而后 他方能官至内阁大学士 军机大臣 成为晚清 中兴四大名臣之一 李白说 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 九万里 握住良机 才能如大鹏一般 乘风破浪 青云直上 待时而动 顺势而为 轻松跨越阶级 实现人生逆袭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赏 在你买充 lapama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